各位蝦日迷是日本就是好的 這個看法可能要打折扣 因為當地著名景點大阪環球影城 星期一承認原來過去幾年賣出的餅乾原料過期 Millions 就不吃餅乾 他們不受影響 不過一班影城上黑及一眾家長就認真心驚驚 原方在官網上再攝氏餅乾款式的圖片 說已經賣出31萬包剩下的近日落架 這批餅乾是由Elisa零食製造公司 在2011、1314年造 所用的麵粉、糖及香料等原料被查出過期 最長過了11個月 日本向來都著重食品安全 聖誕旺季又快到 樂園今次真不知如何收覆 目前還未有顧客說吃過餅乾後健康受到影響 推播功能 選擇自己喜愛新聞類別 做信息推送 還可以簡選不同靜音模式 非常協心 功能創新 簡單易用 立即下載東網手機APP 讓我們再組一下 入獄 地霧 入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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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解 入獄